大家好 欢迎来到新视野 我是浩天 我们这期节目主要谈两个话题 一个是川普突然敲打他的前白宫新闻秘书凯利·麦克纳尼 并给他取了一个外号 引起了不少争议 有些人想不明白 川普为什么要针对自己的下属 第二个话题是 哈利王子正面临一个难堪的局面 过去自己放弃了英国王室的身份 随着梅根定居美国 现在却可能被美国驱逐出境 我们先说川普改麦克纳尼取外号 5月30日晚上 川普在真相社媒发帖 批评了前新闻秘书凯利·麦克纳尼 指责他在福克斯新闻节目中搞错了民调数字 对于麦克纳尼 大家应该都不陌生 他今年35岁 2020年4月开始担任川普的白宫新闻秘书 一直到2021年1月 他博文强技 反应敏律 语言犀利 面对左媒的围攻 却能应对自如 针锋相对 一针见血 让很多川普支持者看得很过瘾 不过 川普离开白宫后 他没有跟随川普去海湖庄园 而是选择在福克斯新闻主持节目 但表现贫贫 当天 麦克纳尼在电视节目《寡不了众》中 讨论了爱荷华州最近的民意调查 他说 民意调查显示 自从德桑蒂斯上周正式宣布参加2024年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以后 他与前总统的差距正在缩小 麦克纳尼说 德桑蒂斯的团队会说 我们刚刚公布的民调显示 自我们在爱荷华州宣布竞选以来 我们缩小了9个百分点的差距 尽管如此 川普仍然遥遥领先 但他们表示正在缩小差距 如果你看一下民调 川普在爱荷华州过去是领先34 现在是25 是两位数 麦克纳尼没有说明数据来自哪个民调 我们也没有查到相关的数据 但是 5月28日 早上咨询政治情报机构的数据显示 在2024年共和党初选中 川普以56%比22% 领先德桑蒂斯34个百分点 如果麦克纳尼用的是早上咨询的民调数据 那么这家机构不可能在两天之后再做一次民调 所以25的数字不知从何而来 而根据爱慕山学院5月25号的最新民调 在爱荷华州的共和党初选中 川普获得了62%的支持率 比德桑蒂斯的20%多了42个百分点 对此 川普批评麦克纳尼说 凯利 牛奶兔斯 麦克纳尼 刚刚在福克斯新闻上改出了错误的民调数字 我领先德桑蒂莫尼斯34个百分点 而不是25个百分点 大家都知道 德桑蒂莫尼斯是川普对佛罗里达州 共和党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取的外号 而牛奶兔斯则是川普改麦克纳尼起的新绰号 在英文中 牛奶兔斯通常用来指胆小 温顺和不自信的人 由于麦克纳尼的数字来源不详 也没有出现川普与德桑蒂斯 差距缩小了9个百分点的说法 因此 川普相信 麦克纳尼故意翻详不准确的民调数字 误导观众 川普说 虽然25个点很好 而不是34个点 但是 麦克纳尼他知道 这个数字被做民调的组织向向收正了 犀牛和全州主义者可以拥有它 福克斯新闻应该只使用真正的民心 川普说的真正的民心 是指塔克·卡尔森这样的敢说真话的主持人 川普的帖子发出后 第二天媒体就炸锅了 网络上说什么都都有 有位麦克纳尼抱不平的 说凯利是最善良的人 也是白宫有史以来最好的新闻秘书 没有理由因为一点小事 就把他贬低到这种程度 我很难过 不知道说什么好 这种古怪的行为令人担忧 有位川普说话的 说 不 对不起 你错了 这叫抽干沼泽 麦克纳尼投靠德桑蒂斯了 他为川普工作时 川普对他很好 现在 麦克纳尼背弃了川普 也有人认为 麦克纳尼为生计所迫 说 川普是在表达一个更重要的观点 福克斯在支持德桑蒂斯 凯利必须服从命令 即使这意味着伪造有利于德桑蒂斯的数据 凯利和大多数人一样 并不富裕 必须工作才能生存 他无法反抗福克斯 这就是问题所在 所以他决定效忠于福克斯的金钱 还有人对川普给人起外号不满意 说 他对每个人都这么做 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不喜欢他 我希望他能把注意力集中在重要的事情上 不要因为侮辱别人而分心 这只会让他看起来很糟糕 根本不是一个好的公关时刻 在我们的观众中 好像也有类似观点的 他们支持川普 却不喜欢川普给人起外号 但是 川普就是川普 要是没有这些被媒体说成是大嘴巴的特性 可能就不是川普了 如果川普也像其他政客一样 说话圆滑 让人挑不出毛病 可能就会有很多人不喜欢川普了 其实 人无完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 甚至有一些让别人无法接受的个性 但关键要看 一个人是否有真正的信仰 他做事的基点是什么 他采用的手段 有没有专守道德标准 那么 川普为什么要敲打麦克纳尼呢 其实 麦克纳尼一直在支持德桑蒂斯参选 而川普则一再串组德桑蒂斯 不要参选 否则会葬送自己的政治前途 去年11月 麦克纳尼呼吁川普 暂停总统竞选活动 今年2月 作为寡不了众节目的联合主持人 麦克纳尼公开呼吁德桑蒂斯 利用自己的人气宣布参加2024年的总统竞选 5月初 麦克纳尼称赞德桑蒂斯做得非常出色 并预测 一旦伯洛里达州州长罗恩·德桑蒂斯宣布竞选 川普在共和党提名竞争中的领先优势将缩小 也许 在麦克纳尼看来 改变自己的政治观点 支持不同的人也许不算什么 但在川普看来 这就是他最难容忍的背叛 所以 有一次 川普借麦克纳尼赞成反神论敲打了他 而这一次 是两人公开决裂 分道扬镳 现在 德桑蒂斯一改过去被动挨打的做法 似乎不再有顾虑 频频参加初选州的活动 并不时地向川普开火 德桑蒂斯清楚 他是目前在共和党候选人中 唯一一个可以与川普抗衡 并有机会击败川普的人 他最近在爱河华州开始竞选活动 并在德梅因郊外与支持者集会 他还将开始为期四天的竞选之旅 其中还包括 访万新汉布什奥州和南卡罗来纳州 在竞选活动中 德桑蒂斯效仿川普的做法 猛烈抨击了乔拜登和民主党人的政策 比如 边境危机 民主党城市犯罪力飙升 新冠肺炎疫情封锁 拜登从阿富汗撤军 发誓要让拜登回到地下室 将亨特关进监狱 特赦意料事件中的爱国者 甚至特赦川普本人等等 德桑蒂斯这一招很高明 他知道共和党选民需要什么 所以他喊出了川普的口号 或许可以争取到 支持川普政策的摇摆选民 不过 与川普不同的是 德桑蒂斯抨击 中院议长凯湾·麦卡西与拜登打赏的债务上限协议 同时 他还隐晦抨击川普 说 说到底领导力与娱乐无关 这并不是建立品牌的问题 这与美德信号无关 重要的是结果 德桑蒂斯指的是 他在去年中期选举以大比分连任 并将佛州从一个著名的摇摆州变成红色州 掀起了佛州的红色浪潮 不过 德桑蒂斯强调结果 虽然很重要 但在老一代人中 他们可能更加注重过程 看起来 德桑蒂斯和川普真的不是同一类人 下面 我们说说哈利王子 因为在自传中承认吸毒 可能无法进入美国 这意味着苏塞克斯公爵 可能虽然几率很小 但下个月从伦端返回美国时 可能被禁止入境 今年1月 哈利出版了自传《备胎》 披露了自己吸食毒品的情况 第一次吸食可卡因是在17岁的一个周末 此后 在其他场合多次吸食 哈利还承认 在加州参加一个名人云集的活动时 因吸毒产生了幻觉 并在与梅根·马克尔第一次约会后吸食大马 此后 哈利在接受治疗室加伯·马特博士的采访时 谈到了对迷幻药、死藤水的体验 说 给我带来了一种放松、释放、舒适和轻盈的感觉 我成功地保持了一段时间 哈利还说 可卡因对我没有任何作用 它更多的是一种社交活动 给了我一种归属感 我想 它可能也让我感觉和我现在的感觉不一样 这就是重点 大马是不同的 它确实对我有帮助 看起来 哈利是个瘾君子 为此 总部位于华盛顿特区的智库传统基金会 正在起诉乔拜登政府 迫使官员公布哈利王子的移民档案 在披露这些消息之前 美国政府将于下周二 也就是料一料好 在哥伦比亚特区 一个美国联邦法院出庭 回答有关哈利在承认服用可卡因、大马和魔幻蘑菇后的签证申请问题 如果哈利没有在签证申请表上申报 说明他撒谎 边境官员可能就会盘问他 诺利斯·麦克劳克林律师事务所的移民律师莱蒙德·拉胡德说 如果哈利王子遇到了边境警卫的盘望 他可能会被禁止再次进入美国 如果哈利在申请签证时已经申报了他以前的吸毒情况 说明他已经申请豁免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的官员就不会对他进行问询 目前尚不清楚哈利是否申请过 传统基金会认为 解释哈利王子是如何进入美国的 这符合公众利益 并想知道哈利王子在申请中是如何回答有关他吸毒的问题的 美国传统基金会 马格丽特·撒切尔自由中心主任尼罗·加特纳特鲁 他们这起诉讼旨在实现透明度和问责制 确保哈利王子不受到移民当局的任何有利或优惠待遇 对于可能的审判结果 律师拉胡德说 移民记录的隐私将胜过公共利益的争论 所以这些文件不会被公布 不过他表示 这起诉讼引起的公众关注 可能会在哈利王子的移民档案上留下一个很大的印记 这可能会使他续签签证变得更加困难 目前尚不清楚哈利持有的是哪种签证 但可能是一种临时的非移民签证 名为O1 代表非凡能力 有效期为5年 根据美国法律 承认非法使用毒品 或被判犯有毒品罪的非公民 可能被禁止进入美国 如果他们承认这一点 可能需要豁免才能进入 这可能是一个困难而漫长的过程 这将涉及进行体检 包括咽血和尿检 胸部X光检查和面谈 以确保申请人是否不再吸毒 专业移民顾问凯特林·戴维斯说 豁免可能需要几个月的时间 才能获得批准 他还说 哈利王子可能会在边境管制方面 遇到困难 在没有特殊情况下 正式承认吸毒科卡因 可能会让哈利王子 永远无法成为绿卡持有者 或美国公民 虽然他在书中的公认 不会是正式的 但面试官可以通过 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询问 关于他吸毒的说法 从而使他的供认变得正式 在过去十多年 一些已知吸毒的名人想来美国 结果被拒之门外 比如2005年 英国模特凯特·摩斯 吸使一种被认为是可卡因的 白色粉末的照片曝光后 到美国签证被拒 2008年 英国歌手艾米·怀安豪斯 因吸毒被美国拒签 导致他取消了 出席格莱梅颁奖典礼的计划 英国音乐家 比特·多尔蒂 曾经与毒品有关被逮捕 2010年 尽管他拿到了美国签证 但到达纽约坎尼迪机场后 被拘留了十个小时 然后被驱逐出境 2014年 英国电视厨师 纳盖拉·劳森 在承认吸毒后 被禁止飞往美国 好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节目 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